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將於月底上市 眾所期待的重量級大作《避險狂殺2》 釋出了第二段時機預告 這回介紹了玩家 可以在這個廣大的開放世界中能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資深藝人探索挖掘新事物 遇見眾多角色捍衛之事物 或是與范特林幫派成員一同行動 去搶劫或是幫派火拼 要是想單純來個私人約會 玩玩小遊戲也都是可以的喔 然而玩家要面對的 除了強大的敵對方派 還有執法部隊 他們會更精確的搜尋 用更殘忍的方式追捕玩家 如果你身上有懸賞金 那麼你就要隨時留意 從四面八方聞風而至的《賞金獵人》 全新進化的死亡之眼系統 隨著故事進度將逐漸升級 從單純的慢動作到標記敵人瞄準要害 在激烈交火的時候 將會是玩家強而有力的幫手喔 正所謂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 包括髮型 服飾 武器到配件等等 玩家可以完全克制化自己的外觀 看是要裝扮得一身帥氣 或是讓自己看起來很邋遢 全都沒問題 還有還有就像《霞盜獵車首武》後來追加的要素一樣 這次遊戲一開始就加入了第一人稱的視角 甚至還有全新的電影視角 讓玩家能夠更方便的欣賞到壯麗的遊戲世界 看到如此豐富的遊戲內容 是不是心癢難脈了嗎 再等一等 10 月底大家就能夠親眼見證 《避寫狂殺 2 》的神威啦